三天销售额已破两亿 冬有辉布尔金直播复盘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好吗 冬有辉和蓬蓬在结束了下午 在海上摸鬼城的形成之后 就开始往这个布尔金的势力感 在布尔金那边 他们已经搭好了舞台 是在这个大桥的边上 安安在那边一个人先在那撑场子 等他们赶到了之后 是蓬蓬上线 接替安安 一直播到了八点 那八点 与辉正式上播 先是跟蓬蓬一起播 后面与辉单播 后面又跟蓬蓬和安安一起播 然后宇辉又下播去接受采访了 然后蓬蓬跟安安双播 一直到11点40左右下播 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 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当然今天这个蓬蓬和安安的表现 都非常的好 两个人中间还表演了个节目 穿着民族服装 跳舞 跳这个先起你的盖头来 安安自不必说 有这个气取功底 手眼伸发布 身段是没得说的 这个穿上民族服饰 跳这个新疆姑娘 也是微妙微肖 然后动脖人家也没什么问题 虽然我觉得他跳的比小贝还差一点 但是也是很棒了 那蓬蓬跳舞呢 就有点让我梦回 东宇辉跳天竹少女的感觉了 有一点点碰冷额子的感觉 蓬蓬手长脚长 然后这个略微的有一些不协调 虽然跳的很努力 跳的也很认真 跳的效果也还可以 但是不得不说 充满了喜感 跟宇辉跳舞有一拼 宇辉后来在直播间 还跟安安和蓬蓬一起学动脖 他真的是从胸往上 就一直都是铁板一块 要动的时候 就是连着肩膀子带着脑袋一起动 跟我一样 我确实也做不了这样灵活的动作 所以树叶有专攻 人家安安小辈 人家学舞舞蹈就是不一样 今天雨晖单播的时候上来 他先是给大家介绍了一组文艺表演 歌曲连唱 这歌曲连唱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疆的 这个著名的歌曲 听完了之后 雨晖说 他感觉血液里的记忆都被唤醒了 多年前的感觉就回来了 因为当时雨晖播了一会儿之后 已经快九点了 那时候天还大亮 评论区有人问 你们这几点 现在怎么还这么亮 没错 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亮 而且基本上要到了十点以后 天才会飞 那新疆由于他这个精卫度 再加上他又是我国的这个西北角 他这每天的这个天亮时间非常早 日落时间也非常的晚 所以他一天的光照时长非常的长 雨晖就说 这样超长的日照时间 你所吃到的每一口甜 都是来自于恒星燃烧的热量 那新疆的这些食物 就跟其他地方 这个没有这么长时间光照的食物 他口感完全不一样 寒糖度也完全不一样 新疆的西红柿炒鸡蛋 那个西红柿是真不用放糖的 因为它不酸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吃过 那先说好消息 雨晖同行 雨晖同行成立以来 越山河已经是经历了湖北河南山西重庆 到这里新疆是第五站 那在之前销售额最高的是河南站 河南站是五天的时间 2.5亿的销售额 那是那与汇同行 今天新疆行的第三天 基本上完成了6000多万的销售额 这不是最终准确的数据 但是也差不多 如果这三天的所有的销售额加起来 再加上文旅的销售额 他们现在妥妥的已经超过两亿了 那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按前三天的这个比例来看 明天能完成两亿五 应该问题不大的 所以很有可能能超过河南型的成绩 新疆那可能四天 就要超过河南2.5亿的销售额了 而且新疆这边是有大量的品是缺货的 今天整个与汇在带货的过程中 基本上都是这样 一会儿这个没了 一会儿那个没了 补这个补上几千单 瞬间又没了 补那个补上几千单 瞬间又没了 大家抢那个马油 那马油几千单 昨天就说 结果今天到时候别说秒没了 连秒都用不了 零点几秒就没了 就是瞬间就没了 因为我是投屏 我想买什么东西 我还得把手机拿起来再去想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抢不到 之前看那个浴巾绝挺好 手机拿起来没有了 之前看那个探路者的那个冲锋衣不错 我一直好几年没买衣服了 没买外套 我说不行买一件那个外套吧 结果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就没号 没号还是没号 所以没办法 今天雨晖说这个预售已经开到15天了 居然还能卖断货 然后底下评论区就说预售开30天 雨晖说平台没这个规定 不能开30天 15天已经是极限了 15天预售都已经卖过 所以如果产能跟得上的话 如果备货足够多的话 可能销售额还会更多 其实不能说人家备货不够多 你看他三天卖了两个亿 备货能不够多 备货其实还是可以 只不过确实产能有限 你不能把一年的产能一下都备出来 因为你也不知道能卖这么多 所以雨晖同行单非独立之后的第一次外场 雨晖同行的粉丝们和雨晖同行 共同的努力下 这个销售额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就是路人看起来 你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就那么能买 现在其实大家的消费能力是在萎缩的 经济状况也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从早晨开始 甭管是卖什么 一会儿没了 大家现在也都学聪明了 不等到雨晖上波再去抢 觉得自己需要的 什么牛羊肉就开始抢了 到晚上雨晖上波的时候抢 你很多东西是抢不到的 所以真的有那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 所以真的有那种得天独厚的感觉 真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次都到这边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站一站的走 在每一站都可以做到风调雨顺 这是多么的神奇 他们到哪里 哪里风雨停 他们从哪里走 哪里开始下雨 这有时候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所以终归是董雨晖和雨晖同行 和粉丝之间那种双向奔赴 造就了今天销售奇迹 我说销售奇迹不算夸张吧 三天卖两个亿直播间 这绝对不算夸张吧 所以这一次新疆型很有可能用四天的时间 打破河南型五天的销售记录 厉害吧 那汇报完了这个销售额 明天到底去哪 这个雨晖是没说 这个装傻充愣就是不说 但是从种种现报看起来 明天应该是喀大斯湖畔 因为安安也说了 要到喀大斯湖畔去骑马 那喀大斯湖畔 大家从影视剧 从鞋片 从很多地方都见过 那真的是美轮美奂 所以明天大家准备好 这个眼睛再次接受视觉盛宴吧 然后雨晖也说 这次在新疆 你们终于能感受到新疆的大了吧 新疆一共166万平方公里 光一个阿勒泰地区 比江苏省的面积还要大 所以他们这四天 只是在阿勒泰地区转来转去 一个转场都要几个小时 所以那真的是大 所以他说新疆的朋友 终于能感受到一次 新疆区包邮的快乐 这个可能我们内地很多朋友都理解不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 因为新疆太大了 包邮很多成本是cover不住的 所以只有他这么大的销售量 这么大的销售额 才能平衡他这种快递成本 而且与会同行 肯定也承担了很多这方面的成本 给新疆本地的朋友 带来了一次包邮区的快感 我新疆的朋友就说 确实以前他们在自己买 他是没包邮的 现在这次很多产品都包邮 而且这次大家一致的反应 是新疆的产品特别好 很多东西真的好 包括新疆棉的产品 新疆的食品 新疆的奶制品 新疆的茶等等 还有很多大家平时可能都没听说过的产品 说实话 有一大半以上的产品 我都没听说过 都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喜 所以今天我的直播间 很多朋友就说 看雨晖的直播真费钱 真忍不住要下 真觉得东西好 不是说我就是为了情绪价值买单 我就闭脸下 不是他是每个产品都觉得挺好 就不停的下单 今天让大家汇报了一下战绩 基本都是十单开卖起步 多的二三十单的也有 这是每天 我说的是每天 所以真的令人震惊 而且今天卖到后面 就雨晖到九点多那会儿 就感觉像清仓大甩卖一样 就上了什么抢什么 上了什么抢什么 就基本上那种感觉了 很多东西就抢没了 抢没了之后 大家就在这问能不能等等 雨晖说等一等 你看之前我用洗发水 一个瓶里抽出来 旁边一抠可以用两天 然后管子里的还有 还可以用两天 然后再磕一磕瓶子 又可以用两天 然后拿水冲冲 里头稀释一下 还可以用两天 你忍忍吧 你看雨晖多有生活 这事他肯定没少干 然后还有人说 这么抢 明天没得卖了 怎么办 雨晖说明天如果没得卖了 我们可就去玩了 签马上出来说 有的是卖的 不用担心 然后有很多朋友说 什么没抢着 就感觉不能爱了 感觉不会爱了 比如说马油没想着 就感觉看其他的都没有意思 又会说不用这样 这个就像是当年你在毕业的最后一天 你最想让他给你在纪念册上 留言的那个人 他没有来 结果别人纷纷给你留言 你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经过多年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想的有点多了 他不来又有如何呢 我那么在意他又如何呢 其实其他人给你写下的 那也是青春的纪念册 其实其他人给你写下的 那也是值得你一辈子珍藏的东西 你看他这个劝人的方式还挺新鲜的 然后大家都抢马油 很多人还抱怨抢不到 余辉说马油抢光了 实在不行上马签 做个链接把马签挂上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 马签现在在直播间 是被经常要用来砸挂的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必须得说一下 就是汉森今天播的时候 说他们在阿勒泰的时候 打车的时候 把他给丢下了 他手机还在车上 他就想找蓬蓬 让蓬蓬过来回来接他 他借了个手机 想给蓬蓬打电话 结果想不起蓬蓬手机的前面三位数了 然后他给他媳妇打电话不接 打给他妈 又让他妈找他媳妇 然后又让他媳妇联系公司的人 过来接他 结果最 结果最后还好是蓬蓬发现 他给丢了 又掉头回来接的 所以你看他们在新疆玩的 也确实挺happy的 真的是赐坚乐不思蜀 玩的手机都顾不上了 连车上少了人 他都没发现 得多大心 然后今天的最大的亮点 布尔金日落 待会大家在评论区开始斗图 我上一条的复盘的评论区 大家已经开始斗布尔金日落 和布尔金夜景的图了 这次大家好好发挥 因为布尔金日落太美了 他们在大桥的附近用无人计来拍 因为有湖水的演应 加上有一点点复古式的这种建筑风格 整个布尔金市的夕阳和夜景 都可以称得上是美轮美奂 而且今天是导演宇辉突然发现夕阳之下 布尔金好美 叫停了卖货 让大家赶紧去看看这美景 结果其实那会小黄车也在自动驾驶 依旧是带货榜第一 但是真的是美 一开始说给一首歌的时间 后来又给了一首歌的时间 后来再给了一首歌的时间 三首歌的时间 看布尔金日落 真的好美 至于有多美 到时候大家来看我评论区的图 你就知道了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贴出自己节道的最美的图片 大家别忘了来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看痘图 今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最让我忍不了的 就是他们居然安排了一个环节吃面 应该是白相方便面安排的专门的豆面环节 找了新疆的专门做拉条子的传承人 老师傅来做拉条子 来现场教大家做拉条子 那边卤子都已经炒好了 然后现场操作煮拉条子直接浇上卤 安安那边煮着白相方便面 两边豆面 然后一起吃面 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 你知道对我来说一直用什么感觉 我从中午吃饭一直到十点 我什么也没吃 本来想就忍了 晚上不吃减肥 这还能忍吗 这还能忍吗 我这真的忍不了 他们现场吃拉条子 这还能忍吗 真的是可忍 孰不可忍 孰可忍 婶不可忍 忍不了 我就下单 我点了个拉条子外卖 我实在忍不了了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拉条子刚来 我刚吃上 他没有开始弄大盘鸡拌面 我的天 真的 我当时吃了拉条子 我就想 如果我当时没点那一碗拉条子 我最后还得死在大盘鸡拌面 肯定过不去 就前面不点拉条子 我估计大盘鸡拌面 这我也得点个大盘鸡拌面 你有晚上十一点钟 在那吃大盘鸡拌面的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要不是我投评 我高低 我弹幕上 我得嚷嚷几句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能这么缠人吗 谁受得了 今天晚上真的是馋四个人 后来到了10点40左右 雨晖要接受采访 也不知道他接受谁采访 他就先走了 当然本来预告的 就是8点到10点是雨晖 10点到12点 是彭彭跟安安的时间 后面就是彭彭跟安安 两个人播 一直播到下播 最后展示了大美的布尔金夜景 所以今天直播 别的咱不说 真的把我馋得够呛 他们现场拉条子和现场 摆成大盘鸡拌面 确实有点过分 我到现在为止还耿耿于怀 要不是我吃了那一碗拉条子 这事高低没完 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 我们期待明天 与会同行月山和新疆行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 应该是在卡纳斯湖盘 期待美不胜收的卡纳斯湖 明天见 阿不对 现在已经快两点了 今天下午见 各位晚安 阿不对 各位早安